中共這一次聲援柯文哲 除了證明中共跟柯文哲確實是一家情人 中共國台辦聲援柯文哲涉貪案 裡面講到行政、司法、干預 講到法治、講到迫害不同意見的人 講到人權 坦白講這根本就是笑話一折 中共講這些話根本在自表 去迫害不同政治意見的人 或者用行政干預司法用政治辦案 這不是中國共產黨長年經年累月在幹的事情嗎 那台灣是民主法治 除了法律經過人民選出來的立法院 施定法律 而法院是獨立的行使職權 跟中共的體力完全不同 那中共這一次聲援柯文哲 除了證明中共跟柯文哲確實是一家情人外 那到底是在害阿伯還是放阿伯 台灣人民自由公論 台灣人自由公論 一國人自由公論 人自由公論 能不能在大學身上 日本人自由公論 英國人自由公論 兩國人自由公論 隨意見的人自由公論 全市民自由公論 就是有任何人自由公論 一日出現的 美國人自由公論